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三 今天又非常兴奋的一天 我所谓的兴奋是 我们一张开眼睛 股票再度的亮灯涨停 上礼拜各位都知道 那个可以忘很久的股票 两只亮灯涨停 今天换另外一档 直接又亮灯涨停 当然 很多投资朋友在这边 一直在等待 和老师那一份的一个研究资料 我今天直接跟各位说 那一份研究资料 主身段的标股 我节目上都没有讲 所以你们赶快想办法来索取 因为这三档股票 里面有隐含的 法人做账的股票 从他三月底做完账之后 开始又要做第二季的账 而在这个地方 开始才吃货再收货 再来他符合现代的潮流 再来他的技术现行相当的漂亮 所以这些股票 我直接给各位的有三档 而三档里面 每一档的技术形态 每一档的点位 每一档的体材 我在研究报告上面写的 非常的清楚 至于还有一档 那档非常非常特殊 那你们就可会议 不可言传了 那么这份的资料 想办法赶快用最快的速度 赶快把它拿到手 不然时效性过了 或者是股票飞喷了 那你们追不上这个速度 到时候只有 早知道相信我就好 赶快 及机密标股 赶快想办法来拿到手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说过 四月份走路都有疯了股票 我要告诉各位 你赚到这些股票 有很大几率 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到底什么股票 走主身段 过去你这些股票 一档一档都没有赚到 不必羡慕 现在和三开始 翻转各位的人生 希望各位赶快把握机会 拿到手上的人 请你低调再低调 因为当主力在吃货的时候 没人会告诉你 只有和三告诉你 哪些股票有机会 有潜力能够走爆喷断 你赶快想办法来拿到手 而接下来 各位看到这档股票 今天不免要帮和三掌声鼓励 因为当时我有跟各位说 这样的股票赶快把握 特斯拉概念股 最纯的其中一档 它叫做建核心 看到这一档 没有和三的代理 你们绝对买不下手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赶上这个速度 希望你赶快来跟何老师 预约下一档的飞喷标股 这档股票真的 涨停就是喜欢来我家 没有办法 它自动就来我家 我上周四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这档股票虽然现行看起来 只有连续多星而已 但是我说后面可能会走很 爆喷的一个走势 今天让各位看到直接就给你亮灯涨停了 大家是不是很敬爱本间开线呢 是不是很爱护 护国神山呢 这档股票真的送给各位涨停摆 当然这档股票到上周四连续两支亮灯涨停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所有一切都是事实 我如何操作 如何买进 如何卖出 我想这一段的过程 你只要是我的粉丝 都会在TeraGun盘中看到 我到底在做什么动作 我都会提醒各位在每次最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把握 如果不把握 这个两支 刚才那个一支 你通通没有赚到 没有关系 赶快想办法来索取这份主身段的股票 当然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赶快加入了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raGu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raGun是股市股间金 或QQ33168 你一定要赶快把这两个粉丝官网加入 因为这两个粉丝官网 LINE的部分是着重在盘后的剖图或剖文 还有快捷图示 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那至于TeraGun的部分 盘中集讯息盘式 演变各国操作 里周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我们的台股 在创历史新天价 上周四 放假前 我已经把盘解完了 并且 我有告诉各位 什么样股票要报好 你不要三心二意 两姑招笔 你赚不到的 怕没有用 只有你的执行力 跟着我一起努力 你才能够好好的迎接这个大行情 喜欢吗 大盘再创历史新高 16804 今天这根K很简单 它是红色的 但是是一个倒梯K 那么今天这根K 我要解释的是 所有的权重股 在这里呢 都有表态 你不用在这里 自己下自己 哎呦 倒梯K就是上面 上面很多人绕跑 请你听下去 4月1号 放假前的前一天 我有跟各位说 台股当天再创历史高 16602当天为一颗明亮星 那么就这个结构 我讲得非常的明白 我说到4月1号 我们的大盘 真的很明确的W顶 我已经表给各位看了 关键价16602 不用说了 今天直接飞喷上去了 上周我有讲过 就这个结构面 第三点很重要 头过 身就过 后面不必讲 有没有过 直接过了 喷了 每个人都说那个线 哎呦 要放假了 哎呦 要怎么样了 我说不用想太多 你想太多也没有用 我就本间K线的规格跟各位说 大盘叫W顶 应该都知道 英文的W嘛 之前我跟你说雏形 后来是成型 那成型之后呢 我给各位的关键价 直接喷了 我跟各位说 来再看一遍 下周 头过 身就过 后面不必讲 他就往上面喷了 今天又留一个洞了 好完了 单一K线 导TK 那么形态学 高空 明亮星 这一个缺口 这一个缺口 注意哦 明日给各位关键价叫做1671 为什么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们每次看到十字K 都说要变盘转折 更很多人在上周四的时候说 哎呦 金明杰要变盘转折向下 我告诉你W底就W底啊 你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结果呢 往上面走 接下来各位看到 这边两个多方缺口 明天很关键哦 明日给各位这个关键价 记得明日高盘开出 需开高走高过金高 因为今天留了这个影线 对吧 所以明天如果只是高盘开出 就一定要走这个路 如果高盘开出 没有走这个路 很简单容易反杀 那么明天低盘开出 需守关键价 否则一补缺口 因为今天这边扁扁的肚子的部分 明天低盘开出 在这边混都可以 形成连续心都可以 那么低盘开出 你没有守这个关键价 也就是今天最低点这个地方 很容易再去测这个缺口 就是如此而已 那么第三种状况 各位仔细看了 明天第三种状况 跳很高开出 这个时候请所有人注意 先卖股票再说 因为上面是晴空万里 晴空万里 现在本间K线 是要看防守点 看支撑点 所以明天如果跳很空开高的话 这边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就容易形成第三个一个多方缺口 那么跳太高了 比如说一百多点的一个 一个多方缺口 那个这个时候 请你们先卖股再说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爆量收黑 老师你人好好哦 连那个状况都要提醒我们 对啊 解盘就解清楚啊 不然怎么那么佩服本间K线 每个人都说 我好敬爱本间K线哦 对啊 我说等我有空再教你们技术分析啊 这可能要一段时间很久吧 因为我现在都没有空 我希望大家看我节目要有所收获 不要患得患失 哦看跌就害怕 看涨就要追涨 啊结果呢 四大天 台积电 如果你因为阿多仔砍 自己砍到五多多 真的很没有尊严 也很对不起我 我一再告诉你们 这些股票要如何观察 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今天台积电真的 又占上六多多 也真的收了六多多 当时放假前一天 本间K线还在讲 603真的很重要 今天台积电听到本间K线的糟糕 直接越过603 真的收610涨8块 联发科真的来掌声鼓励 一千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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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科真的再见一千多多 涨了34块 995 联电涨0.2收507 今天有没有突破51 有 有没有守501 有 51压力真的不轻啊 红海 今天涨一块 收122.5 注意哦 33还没进场 我上周跟各位说 我们红海两波段全数到光获利落袋 我预告我本周有机会买红海或者是红家军股票 今天直接宣告33没有进场红海 但是我有进场红家军的股票 节目要看到完 台积电 这个字打错 航空母舰的舰 航空母舰续航指数就大涨 所以要对它都好一点嘛 33这时候很自豪的跟各位糟糕 股价跟配息 我们两头都赚到了 所以不要嫉妒我们 真的要跟何老师一起努力 这么多大脚都来我家 4月1号跟各位说 台积电603要努力 今天真的听到本间K线的舟告 直接跳空开高 那天还在讲603的故事 603的故事 跳跃式的走势 那天是收602对不对 放假前一天 今天不必说了 直接越过了 那么我现在不看603了 我要看618 何时 能够站上618 而618用什么方式突破 什么方式站上 将会主导我们整个大盘的一个指数的部分 所以后续所有的行情 一定要紧盯何老师告诉大家的主司马迹 接下来 知道连电 我说啊 如果你们杀到素素狗 真的很对不起我 你干嘛随阿多仔杀到素素狗呢 你看我们 抱好好赚多多 文文掌 也是一种不错的掌走势啊 你砍到低档 真的很没尊严 4月1号告诉你们50块5收盘 51要努力哟 结果真的也有努力 但是今天又差一点点 501至今都有手 我当时3月31跟各位说一张都没卖 结果4月1号呈现W45度的上扬 关键价51 今天连电再度跟大家技术教学连续多星 我现在不看51的 我要看527 因为它在步步高升 45度的一个上扬的走势 所以你们看 本间K线告诉你们一关一关怎么注意 强弱 所以我说单一K线每个人都会看 但是形态学交给本间K线跟和三就可以了 这张股票 合快手 原来是你哦 对哦 合快手 一早跑光光了 结果后来跑给市场主力追 追着我卖耶 赚了两只 感觉我们的钱胖嘟嘟了 这天大家不陌生吧 直接掌停锁起来 3月31全收了 3月30预告 三三的好朋友会重出江湖 和三说到做到 一大早31号全收了 就亮灯涨停 结果这档股票 4月1号 不买的人真的越到涨停越买不到 结果今天又开高了 全部倒光了 懂得买股票 懂得卖股票 才会有M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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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吗 3月30跟各位说 我卖了很多那个红海的股票 赚了翻了 我准备要再转股票 我3月30事先预告 三三的好朋友将重出江湖 公开给各位看了 31真的涨停版 买突破买爆发 果然越到涨停越买不到 好多大脚都来我家 4月1号 我说线可以拿放大镜看一下 因为它直接就涨停了 所以线很小只 到这边涨幅20% 我还问各位啊 注意哦 突破喷喷喷 要喷到哪里呢 喷到外太空 喷到外太空 无力再往高 全部倒光了 今天收这根线 有没有怪怪的啊 我们算一下哦 这里 这里 到这里 涨幅28% 41块的股票 能够短短三日之内 飙了11.6元 涨幅23% 户国神山 就只有一位 户国神山 任命品牌 我想当时 我跟各位预告 我说我要买这档股票 礼拜 隔日 礼拜四 礼拜三 全少了 礼拜四第二支涨停 到了今天 几乎呢又7% 再没有公高 和快手的做法 二话不说 全到了 再看一遍 这一路走来 天天为各位追踪 天天在跟各位说 怎么赚钱 我想这个也不用讲 今天卖了 就这个样子啊 重点来了 4月1号我讲什么 我说这一档 特斯拉概念股最纯的其中一档 我有没有讲过 没有 你来告诉我 节目有没有这一档 4月1号全收了 特斯拉概念股最纯的其中一档 看起来不怎么样啊 看起来笨笨的啊 看K线更笨 哎呦收黑K耶 哎呦黑K要崩盘了 收十字K准备要转折向下了 这个何大胆 既然用本间K线告诉大家 两只脚 45度 全收了 就不要被他占上61.3 他叫做剑核心 今天呢 几只拇指啊 我不知道低调就好 4月1号 全收了 特斯拉概念股 今天呢 有没有敬爱本间K线 是不是很爱护护国神山 果然越到涨停越买不到 今天 在做技术教学 到底各位都知道了 这边45度线的一个走势 连续多星后的爆喷 请各位再度的见证 本间K线连续多星后的爆喷 倒带 4月1号我们预告连续多星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通常在讲连续多星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你 连续多星 不动就不动 一动可能会很惊人 这档就是见证 请看 连续多星 全收了 还有人下我收黑K 准备反转向下 你亏大了吧 噴到外太空 涨停板 不是我厉害啦 是本间K线厉害啦 接下来 洪家军 我买哪一档 我直接跟各位说 我今天广义全少了 再度关键初级 这档股票 我做了N百段 今天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今天 少少的增量 核三就买在关键初级点 这档股票 符合一个线形 叫做连续线 连续线 不动就不动 一动可能会很惊人 就如同 你们在看见核心 4月1号跟各位说 这样的线形 我收了 连续多薪 结果不动就不动 一动喷到外太空 这档 我今天再度的关键初级 看起来不怎么样 一样跟各位预告 连续线 不动就不动 一动可能会很惊人 亲爱的朋友 我说我钱很多 鸿海赚了一大把 上礼拜 卖了什么股票 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不急 我一档一档的收获 今天各位看到 那么 这一档 红家军 我先开闸了 就是进场去收了 那么 还有一档股票 我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这档股票 连续新又来了 本间K线 很喜欢连续新 对啊 这档股票连续新的情况 邀请有缘人 尺党加速中有机会走突破断 会这样突吗 还是这样突 我今天全少了啦 护国神山 希望大家好好的跟着我 最后记得 这份的资料 想办法好好的拥有 主身段的标股 我想 你之前没有赚到这些股票 赶快把握吧 因为人生都有梦 足梦踏实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不知道 选择这样的标的股票 那么你会落后别人很多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说 极机密的标股 赶快想办法来拿到 我给各位的资料 我节目中一档都没有讲 所以你们知道 这样的资料有多机密 拿到的人 请你们低调再低调 赶快想办法拿到 这张资料有持效性的 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样的资料当中 能够翻转你的声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转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如你 何根据 并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划 不如你 这样的资料